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、清肝排毒、保護肝臟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。 柏拉圖是著名的古希臘哲學家雅典人,他的著作《大多爾對話錄》認識紀錄,並創辦了著名的學院,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,是阿里斯多德的老師,他們三人被廣泛認為是西方哲學。 的奠基者,史稱西方三聖賢或希臘三節,柏拉圖生於一個富裕的貴族家庭,他的父親是阿里斯多德里斯多德,母親是陪李克勤·佩洛乃,他在家中排行第四。 他的家庭居全是古雅典國王的後裔,他也是當時雅典知名的政治家多里西亞斯克里斯的侄子。 以據後來羅馬俗家迪歐根尼拉爾修的說法,柏拉圖的原名為阿里斯多克勒斯·巴里斯特克斯,後來因爲他強壯的身軀而被稱為柏拉圖,在希臘語中, 柏拉圖一詞有平坦,寬闊的意思,但抵歐根尼也提起了其他的說法。 柏拉圖這個名字也可能是來自他流暢寬寬寬寬寬寬的口才,或因爲他擁有寬寬的前額,由於柏拉圖出色的學習能力和其他才華, 古希臘人還稱讚他為阿波羅之子,並稱在柏拉圖還是嬰兒的時候曾有蜜蜂停留在他的嘴唇上,才會使他口臺如此甜蜜流暢。 公元前399年,蘇格拉底受審並被判死刑,二十八歲的柏拉圖對當時的政治體制徹底絕望, 於是開始由遍意大利半島、西西里島、埃及、色蘭尼加等地以尋求知識,據說他在四十歲時, 約公元前387年結束旅行返回雅典,並在雅典省外西北角創立了自己的學校即著名的柏拉圖學院, 這所學院成為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組織的高等學府之一, 後世的高等學術機構也因此而得名, 也時中世幾時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大學的前身。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?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,地中海的煩惱,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, 要激活無狼,控油去屍, 固法,欲法,防脫法。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